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定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印度的复仇片《无所不能》 罗汉是个盲人 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缺陷自怨自依 而用自信开朗的生活态度迎向着身边的人 罗汉有敏锐的听觉 不模仿声音的天赋 因此他成为了一名配音员 有着稳定的收入 朋友一直张罗着给他相亲 但罗汉不像为了结婚而结婚 他认为即使是盲人也有权利拥有爱情 一段时间后 罗汉实在无法推脱朋友的好意 便打算前去应付一下 女孩丽亚也是个盲人 在舞蹈班弹钢琴 她也是不想辜负朋友的好意才来相亲的 所以丽亚对罗汉直言 她并不想结婚 因为她觉得黑暗不能照亮黑暗 罗汉虽然看不到丽亚的容貌 但当她来到丽亚身边的那一刻 就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罗汉察觉到丽亚虽然生活得很自立 却有着自卑情节 于是罗汉告诉丽亚 自信是一个人最大的力量 黑暗中有了一个人的陪伴 就会感觉黑暗少一些 第一次见面 两人聊得很开心 第二天 罗汉便去舞蹈班长丽亚 并拉着丽亚在舞池里翩翩起舞 虽然丽亚的舞蹈跳得很不错 但她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跳过 事实证明 只要心中有太阳 生活处处有阳光 学生们不但没有嘲笑他们 反而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 丽亚第一次感受到了自信的力量 她的心也在一点点向罗汉靠近 这天 罗汉和丽亚去逛商场 刚好赶上商场里举办活动 他们被人群冲散 罗汉焦急地呼喊着丽亚 但商场里人声嘈杂 他们无法找到对方 情急之下 罗汉来到舞台中央 又画头一遍遍地叫着丽亚的名字 当她再次抢到丽亚的手势 久久不愿松开 罗汉的人生里一直没有光亮 但当她和丽亚走散的那一刻 她第一次感受到了黑暗和孤独 接着罗汉又带着丽亚去看了新房 他们在尚未完工的房子里 充斥着美好的未来 和罗汉在一起后 丽亚不仅感受到了浪漫美妙的爱情 还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尊严感 不久后 罗汉和丽亚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他们的幸福生活 却遭到了恶霸阿弥特的嫉妒 阿弥特仗着自己有个失真要远的哥哥 整日为非作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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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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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案记录撕掉 并威胁小莱撤销对阿弥陀的起诉 这边罗汉去超市购买了大量用品 准备下一个行动 他魔法阿弥陀的声音 约小莱在酒吧见面 来到酒吧 小莱才知道约她的是罗汉 但她根本没有把这个瞎子放在眼里 谁料罗汉开关一案 定案中无力之家乘 揍得小莱头都抬不起来 原来罗汉是在地上洒满了薯片 他凭借着灵敏的听觉 可以准确攻击到小莱 小莱发现罗汉的寂寞后 打开了灯光 拿起酒瓶往罗汉头上招呼 罗汉迎着酒瓶向前 狠狠地掐住了小莱的脖子 晦气拳斗 一下下发现着自己的愤怒 等到小莱毫无还手之力时 罗汉又准备好了绳子 把他吊死在了栏杆上 案发后 副警长猜测是罗汉干的 但警长却认为 一个盲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接着警察在小莱身上 找到一个秀着阿弥特名字的手卷 警长把不利证据告诉了阿弥特哥哥 阿弥特哥哥很纳闷 昨天他明明已经把阿弥特送到外地了 随后警长在小莱的葬礼上看到了罗汉 虽然对罗汉产生了怀疑 但没有证据 这边 罗汉已经开始下一步行动了 但模仿副警长的声音 打电话给阿弥特 声称已经知道杀害小莱的凶手 而且知道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但不能在电话里说 罗汉则提前来到仓库不知好一切 他拿着棍棒躲在门后准备偷袭 但没想到阿弥特奇魔拖过来 还戴着头盔 罗汉顿时落入险境 被阿弥特打得遍体鳞伤 最后 阿弥特站在罗汉身后 准备给出致命遗迹 他知道罗汉听觉灵敏 为了偷袭成功便脱掉了鞋子 谁知他的脚太丑 罗汉凭着气味大棒一挥 准确将其祭蹈 但罗汉不会让阿弥特死得这么容易 他把阿弥特绑在柱子上 然后魔法阿弥特的声音 打给哥哥求救 阿弥特哥哥听到弟弟有危险 火速赶往仓库 这时罗汉点燃一根蜡烛放在门后 然后扎破了仓库里的汽油桶 阿弥特哥哥随后赶来 他就地心切 一脚踹开仓库门 蜡烛倒地 仓库瞬间爆炸 阿弥特哥哥暴跳入雷 则令警长尽快插出杀他弟弟的凶手 罗汉回到家 正在给伤口擦钥匙 邻居家的小男孩过来请他帮忙 因为小男孩想要练球没去上课 所以想请罗汉模仿爸爸的声音 向老师请假 罗汉哭笑不得 答应再帮最后一次 正当罗汉模仿声音打电话时 警长却悄悄进到屋内 此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罗汉模仿了不同人的声音 这次将阿弥特和小莱 骗到指定地点 然后将他们杀害 警长一边安排调取 阿弥特和小莱的通话记录 一边派人手在楼下盯着 不让罗汉离开家 警长通过通话记录 查找到四个可疑的固定电话 但查询得知 四个电话同属一个地址 警长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但公话的店主已经关门 要等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才开门 只要公话店主 证明罗汉到此打拨电话 那么罗汉的杀人证据 便确凿无疑 然而警长这时却盘算着 如何利用此案名利双收 他让阿弥特哥哥出钱买凶手的名字 但又等到名字 他公开把凶手和证据交出来 这样他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升职 没想到警长刚走 阿弥特哥哥就接到了罗汉的电话 原来罗汉找朋友 引开楼下警察的视线 偷偷溜了出来 罗汉表明身份 承认是他干掉阿弥特的 阿弥特哥哥报仇心切 马上带着一个保镖 赶往罗汉约定的地点见面 罗汉把报仇地点 悬在了和利亚买的新公寓 这里的地形他再熟悉不过了 由于开发商的一拖再拖 终于至今尚未完工 罗汉在电梯警处设下陷阱 然后引导着保镖摔了下去 阿弥特哥哥气急败坏 与罗汉打坐一团 罗汉早在房内的墙上 做好了路线标记 他根据记号 一步步把对方引向了防延处 然后拉着对方一起跳了下去 但罗汉早有准备 在跳下去的时候 肩扣上了安全绳 阿弥特哥哥坠楼身亡 早上警长拿着罗汉的照片 询问攻划店主 罗汉是否总是在这里 用不同的声音打电话 然而当店主转过身来 惊张傻了眼 店主是个盲人 正如罗汉所说 你会眼睁睁地看着 但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事 你的耳朵注意着 但你什么都听不见 你会张开嘴巴 但什么都不能说 你明白所有事 但却不能跟面前的人解释 罗汉把利亚的骨灰撒向大海 虽然大仇得宝 但他的幸福却再也回不来了 当所有人都认为 罗汉作为一个生理上的弱者 必定会选择忍气吞声时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 为了捍卫尊严 他无所不能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